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50岁左右的老年妇女都是从事保姆职业 七月底警方接到第一个报警 一名姓刘的妇女失踪 报警的是一个焦急的小伙子 警官 我妈妈突然失踪了 怎么回事 你慢慢说 我妈姓刘 今年44岁了 是画电视加皮钩镇人 我从小没有父亲 妈妈没有什么文化 就靠在外打工做保姆养活我 几年前 我自己工作了 收入还凑合 我让我妈别干了 她不同意 还说 你没娶媳妇啊 我们东北农村 结婚彩礼不低 那么她就一直在干着 前几天我妈从一个雇主家辞职 又去保姆市场找工作 突然就失踪了 我平时住在工厂 周末回家 没有看到我妈 打电话也关机 我去保姆市场打听了几天 人家都说看到过我妈在这找工作 这几天都没见着 那她找到工作没有的 人家也不知道啊 反正现在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就这么没了 你妈身上带有财物吗 估计最多就几百块钱吧 做保姆都是包吃包住 自己带些零花钱就行了 首饰呢 我们是穷人家景 哪有什么首饰啊 我妈就有一个金戒指 还是我工作以后送的 也就值几百块钱 那你妈长得怎么样呢 这个 我妈比较肥胖 有力气 大圆盘脸 就普通中年妇女长相呗 谈不上好看 那你妈会不会是去雇主家比较忙 一时半会儿 没来得及联系你呢 不会的 做保姆能有多忙啊 再忙打个电话的时间总有吧 现在都一个多星期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 民警同志 你说会不会出事了呀 但我妈要钱没钱 要色没色 又这个岁数了 能出什么事呢 你先别着急 这个呀 我们得调查好了才说 呃 你先回去 继续联系你妈 如果联系上了 或者有其他任何线索 你立刻和我们联系 虽然有着一起报警 警方一开始啊 并没有太在意 保姆和其他的工作不同 在吉林市周边农村比较贫困 很多农村妇女进城从事保姆工作 东北的经济不景气 保姆的需求量也有限 很多人都在保姆市场里边连续转悠很多天才能找到雇主 一旦找到雇主 这些保姆通常立即会跟着他们走 大部分保姆家都在农村 很多还是偏僻的农村 他们家里又没有什么亲人 往往不会及时的通知家人 保姆偶尔几天甚至一周不和家里联系 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只是几天之后又有第二家人报警 第二名失踪妇女姓庞 是吉林市昌义区人 已经55岁 这起报警才引起警方的高度关注 之前44岁姓刘的妇女失踪 也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失联 甚至是被人拐卖了 40多岁 也不是很大年纪 加上姓刘的妇女肥胖有力气可以干活 有可能拐卖嫁给边远地区的老光棍 而第二起报案的姓庞的妇女则不太可能 谁会拐卖55岁的老太太呢 警方立即组织警力进行调查 万万没想到的是 短短半个月内 警方又连续接到两起报警 报警内容都差不多 也是老年保姆失踪了 在一个月内连续发生四起这样的事情 就不是小事 吉林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对这四起失踪案进行梳理 很快发现情况不对 这四名失踪妇女都是年纪偏大的保姆 还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 失踪妇女全部都是离异或者丧偶家庭 第二 失踪妇女全部没有在保姆中介机构登记过 刑侦专家们认为这两点非常可疑 正常雇主找保姆尽量回去中介机构 诚然中介机构会收一些费用 毕竟比较可靠 保姆和雇主发生纠纷 这是常有的事 保姆也良有不齐 有一些盗窃 破坏 甚至虐待老人和孩子的 一旦出了事 最低程度 雇主可以找中介协调 即便说中介解决不了 至少也能知道保姆的真实身份和住址 如果不通过中介 保姆卷了你的财务袍了 你到哪去找人去 奇怪的是 失踪的四个保姆都没有经过中介 这就违反常理 同时最奇怪的是四个保姆都是离异或者丧偶 正常来说呀 雇主不太喜欢离异或者丧偶家庭的保姆 这种人的性格通常会有些孤僻 甚至偏激 毕竟社会和家庭压力太大 有一个完整家庭的保姆相对容易相处 顾虑较多 一般的也不敢做什么坏事 可这个雇主却连续找到四个离异或者丧偶的保姆 这个也很反常 唯一的解释是他希望这些保姆的亲人尽量少 会找他麻烦的人也就会少 还有这四个失踪保姆都是年纪偏大的中老年妇女 他们中最小的44岁 最大的已经55岁 之前民警推测会不会是拐卖妇女 毕竟在当年东北偏远农村还是有拐卖妇女存在的 不过人贩子绝对不可能拐卖年龄如此之大的妇女 比如那个55岁的保姆 即便身体再好 也保不起几年之后不会生病 毕竟年纪太大了 难道回家买个妇女 几年之后当一千妈养着 这不符合逻辑 这个案件非常可疑 根据刑侦专家的建议 吉林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专案组侦查此案 立即分头走访保姆市场和失踪者的亲友 寻找线索 很快就有了重大收获 根据保姆市场的人反映 这四个保姆都是被一个老年瘸子雇用走的 这个瘸子经常到市场来 很多人都看过他 大家对这个瘸子的看法还不错 他衣着整齐 看起来有五六十岁 一条腿残疾 住着一个拐杖 他的谈吐比较文雅 看起来很温和 最重要的是 他和一个四十多岁妇女一起来的 这个妇女啊 说是他的妹妹 他们说要雇佣个年纪大的保姆 去照顾一个七十岁老人 条件是包吃包住 再给一千二百块的月薪 他们怕年轻保姆吃不了这苦 都找年龄在四十岁以上 甚至五十岁的 这是常见的事啊 没有人觉得奇怪 本来保姆行业第一是怕遇到色狼 尤其是年轻小保姆很怕这种事 第二是怕遇到骗子或者抢劫 现在瘸子不但雇佣老年妇女 还带着妹妹一块来 就不太可能是色狼或者骗子之类的 不过这个瘸子来的次数却很多 这一个月来 他至少来了十天 有些中介就感觉奇怪 猜测是不是黑中介来抢生意 一个做中介的中年男人 曾经借机向他攀谈几句 这个瘸子说 自己家有个老人要照顾 但老人要求比较高 找保姆困难 之前找到的几个保姆 老人都不愿意 都解雇了 他说的合情合理 表情镇定自若 中介的男人也就相信了 中介向警方反映 在第四个保姆失踪之后 这个瘸子和他的妹妹还曾经来找过保姆 只是没有找到 最近几天的倒是没有见过这个瘸子和他妹妹 看到过他的人很多 刑警们的就毫不费力的画出了模拟画像 可问题来了 这些保姆都没有在中介登记 作为雇主的瘸子也没有留下身份信息之类的 那么大的吉林市 找一个这样的人 并不容易 没想到 这边走访失踪者家人的刑警 却有了重大收获 前三个失踪者家属 失踪前 基本都没跟家里联系过 第三个 52岁的姓皮的保姆 失踪之前呢 曾经跟家人联系过 当年8月12号 皮姓保姆 在保姆市场遇到这个瘸子和他妹妹 随后就跟着去了他家 走得比较匆忙 姓皮的保姆呢 就把女儿的身份证跟钱包一块装走了 发现带错了东西以后 赶紧和女儿联系 要把这些东西送还给他 奇怪的是 这雇主 似乎不太愿意保姆和家里联系 让他过几天再说 姓皮的保姆说 身份证得立即还回去 要不然呢 我就不干了 瘸子没办法 说自己开车 送他回去 让他把身份证交给女儿 就跟他走 不要耽误时间 他的女儿住在昌义区某小区 两个人很快见了面 姓皮的保姆对女儿说 雇主是个残疾人 但他妹妹啊 很健康 我感觉这对兄妹啊 人还都挺好的 挺正派 这次就是那个叫张书红的瘸子 开着残疾人车 把我送来的 因为雇主还等在楼下 母女简单讲了两三分钟 就分开了 把身份证跟钱包放在家里 就下楼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也许是有不祥的预感 姓皮的保姆 给女儿写下了雇主家的详细地址 让她的女儿绝对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母亲手机就打不通了 交集之下 女儿根据地址 跑到雇主张书红家去寻找 那么 女儿能够找到姓皮的保姆吗 张书红又是不是导致这些保姆失踪的罪魁祸首呢 姓皮的保姆啊 在前一天把身份证还给女儿之后 第二天 女儿就联系不到她了 交集之下 女儿根据地址 跑到了雇主张书红家里边去寻找 敲开房门以后 51岁的张书红 似乎吃了一惊 她绝对没有想到 竟然有保姆的家属找上门来 几秒钟之后 她就恢复正常 似乎一点也不慌张 张书红很客气地 请保姆女儿坐下喝茶说 你妈看了老人以后啊 说这活干不了 昨天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 保姆的女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也没有看到母亲的行李 就相信了张书红的话 连续找了几天 毫无线索 女儿才去公安局报了案 说母亲失踪 专案组由此得到了张书红的详细地址 警方立即进行调查 发现张书红一些奇怪的地方 这个张书红是吉林市本地人 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父亲是大学的教授 母亲是中学的老师 兄弟姐妹几个都是读书人 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还去了美国留学 大哥退休之后 也去了孩子在加拿大的家里 只剩下大姐住在通话 他的大姐是知识分子 为人和善 在单位和邻里中口碑很好 张书红比较不幸 他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 右腿残疾 兄弟姐妹都比较优秀 张书红则连基本生活都难以自理 一直很自卑 中学同学多年之后回忆说 张书红因为残疾 经常被班上的同学欺负 早在初中时期 张书红就形成了内向阴沉的性格 很少和人接触 中学毕业以后 张书红去一家工厂工作 随后就离开工厂 同第一任妻子开小吃店 也赚了一些钱 不过生意啊 最终因为夫妻离婚而砸了 后来十多年 张书红身体越来越差 各种恶极缠身 逐步失去了工作能力 主要靠父母的补贴为生 他的父母退休工资都很高 尤其是父亲享受很高的津贴 父母对这个有残疾的儿子 是很不错的 可父母先后去世以后 张书红就失去了补贴的来源 靠一点积蓄维持着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 张书红和兄弟姐妹的关系很恶劣 几乎不走动 唯一的一个大姐 也是多年才和张书红见一次 似乎兄弟姐妹 因为什么严重的事情 厌恶她 张书红二十多岁结婚 第一任妻子叫做张兴 腿部也有残疾 人还是比较精明利索的 多年之后 张兴才生了一个女儿 老来得子 张书红对女儿特别喜爱 视书珍宝 可奇怪的是 女儿和她却不亲热 还经常躲着她 女儿十岁的时候 张书红和前妻的感情破裂 整天又吵架又打架 闹得不可开交 最终离婚了 女儿归了前妻 更悲剧的是 在女儿十一岁的时候 突然失踪 警方怀疑是被人拐卖了 前妻张兴找了很多年 始终没有找到 她开始怀疑是张书红 把女儿偷偷送到 美国的妹妹家去了 但是没有证据 张书红多年以后再婚 妻子是照顾她父亲的 一个保姆叫李燕秋 婚后两个人感情还可以 因为没有什么收入 都靠吃低饱为生 很拮据 张书红已经51岁 除了残疾以外 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心脏病等疾病 基本失去了工作能力 几年之前 张书红又和现任妻子 李燕秋离婚 不过两个人 似乎还住在一起 这就是张书红 大概的情况 奇怪的是 根据对张书红邻居的走访 警方一度打消了 对她的怀疑 在这里啊 张书红是一个口碑 很不错的人 邻居反应 张书红是个信佛的善人 平时对他们说话都很和气 他常年吃斋 家里设有佛刊 每天烧香 张书红很聪明 还会修表修电器 邻居朋友有需要帮忙的 他都会去帮 张书红平时也会和邻居打大牌 因为没钱 每次输赢都在几块钱上下 他从不赖账 最关键的是 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六 患有多种严重疾病 一条腿还要拄着拐杖 才能行走 邻居说 张书红身体很虚弱 稍微高一点的台阶都上不去 每次回家爬个楼梯 张书红都要一步一步走很久 平时出门 张书红基本都是骑残疾人车来逮捕 有个邻居说了 他一个残疾人去杀人 我看被人杀还差不多 那就奇怪了 这么一个人能作案杀人吗 这些保姆年纪偏大 但因为常年做家务都颇有些力气 如果张书红和这些保姆一对一搏斗 恐怕被打翻的 还真是深有残疾的张书红 所以警方一度对张书红 是否是真凶 产生了怀疑 万幸的是 一件事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走访张书红亲友的刑警 有了重大收获 在走访张书红第一任妻子张兴的时候啊 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他的妻子张兴认为 张书红很可能在1998年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警方难以置信 你说什么 不可能吧 虎毒还不食子呢 他会杀自己亲生女儿 唉 一言难尽 我开始也认为张书红 不至于做这种事 现在看来 肯定是他干的 随后 他的前妻 张兴 说了自己的故事 他和张书红是自有恋爱结婚 婚后关系不错 张兴也患有小儿麻痹症 腿部有残疾 两个人呢 同命相连 结婚之后 夫妻两人在家人资助下 开了一个小吃店 张兴在店里面做服务员 收银员 洗碗工 张书红则负责买菜 烧菜 生意一度很红火 两人1982年结婚 直到1986年 张兴始终没有怀孕 张兴是个直性子的东北妇女 大大咧咧的 一直很想要个孩子 他觉得不对头 就嚷着夫妻两人 一起去检查身体 张书红直直呜呜 说什么身体哪有什么问题啊 暂时没有孩子 不挺好的吗 见丈夫不愿意去 张兴自己去检查过身体 一切正常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 张兴收拾家里边 无意中发现张书红的 精子检验报告 报告说张书红的精子活力太低 生育方面有很大障碍 甚至可以列为不能生育的一类 显然很要面子的张书红 始终瞒着妻子 张兴也就装作不知道 大约一年之后 张书红的大哥突然找到张兴 时间是1987年 大哥说他知道弟弟不能生育 全家商量过 希望弟弟能有个孩子养老 张兴说 要不去亲戚家收养一个 他的大哥说 我们反复找过了 亲戚家呀 根本没有适合的对象 那怎么办呢 他的大哥沉默了半天 说了两个字 借重 张兴立即明白了 原来大哥是要做孩子的真正父亲 给弟弟一个孩子 当年没有什么人工手精一说 况且张书红的精子 也不能做这种手术 那么张兴等于就要和大哥发生关系 才可以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事要是传出去 张兴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他坚决反对 大哥前后来说过几次 张兴始终不同意 到了最后 大哥实在没办法 只能偷偷告诉张兴 这其实是张书红的主意 大哥也是架不住张书红的要求 才同意的 大哥是文化人 自己也不愿意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张兴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丈夫的计划 此时的张兴非常犹豫 现在如果他不同意 恐怕就要离婚 平心而论 张书红对他还是不错的 两人又是自由恋爱 有较深的感情基础 张兴自己也有残疾 一旦离婚 怕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他自然不愿意离婚 犹豫再三 张兴最终还是同意了 希望大哥一定要严守秘密 一年之后张兴生下了一个女儿 女儿诞生之后 张书红对孩子特别喜爱 是说真宝 张兴回忆说 张书红对女儿是要什么给什么 有一次张书红给孩子买了六双皮鞋 奇怪的是 孩子一天天长大之后 却不和张书红亲 张兴回忆说 那时候女儿学舞蹈 她宁可小跑去学校 也不坐爸爸的电动车 到了小学以后 孩子开始逐步排斥这个父亲 不愿意和张书红亲近 这么一来 张书红逐步开始后悔了 这孩子这么小 尚且如此 大了 还能够养他的老吗 张书红就认为 自己妻子和大哥发生关系 借种是难以忍受的丑闻 一旦事情传帮 最要面子的张书红 恐怕从此无法做人 另外 这事儿 是张书红逼着妻子张兴做的 但他逐步开始嫌弃妻子 觉得妻子和大哥发生关系不干净 对此性格直爽的张兴也勃然大怒 当年哪个王把膏子逼着我做的 现在又说这种话 你过就过 不过就拉倒 我自己带着女儿也能活 由此夫妻关系恶化 经常吵架 甚至动手 最终 两人协议离婚 女儿归前妻所有 张书红以残疾没有收入为借口 不愿意承担抚养责任 此时小吃店早已关闭 张兴在一家小工厂打工 勉强养活自己 没法养孩子 离婚之后 多次向张书红索要抚养费无果 性格火爆的张兴 曾经找过张书红的大哥几次 张兴是向大哥索要抚养费用 毕竟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经济就宽裕 应该给钱 这几次吵闹之后 1998年的一天 他们的女儿就突然失踪了 那么张书红到底是不是杀害女儿的凶手呢 张书红的女儿在1998年的一天突然失踪了 据前妻张兴回忆说 按照约定 女儿去了张书红家 五天之后 学舞蹈的老师说女儿没来上课 张兴呢 便让母亲去张书红家里边看看 结果途中母亲出了车祸 被撞伤进了医院 几天之后 她的父亲又去到张书红家 正遇见张书红要出门 张书红说女儿已经回妈妈家了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孩子丢了 于是到处找 他们到处张贴寻人起事 以及在报纸上刊登 发动亲友全程招任 张书红呢 也跟他们一起寻找 一直没有结果 张兴怀疑是被张家送到美国去了 以掩盖丑闻 曾经有个邻居告诉张兴说 后来他看过孩子 孩子没事 张兴当时认为邻居说的是真话 几年之后 则怀疑邻居是被张书红花钱收买 才这么说的 孩子失踪几个月之后 张兴逐步觉得事情不对 他曾经几次看到过张书红 偷偷跟踪自己 还带着一个黑包 里面似乎装着什么东西 毕竟多年夫妻 张兴对于张书红比较了解 知道他外表温和 骨子凶残 张兴说 他的外表都是装的 这个人很毒 很危险 张书红每天睡觉的时候 枕头下边都会有刀 剪子 他有一把枪 还有三颗子弹 我们离婚之前打过一架 张书红被我捶了几拳 急了把我按倒在床上死死掐住 他当时绝对是要掐死我 我渐渐就没气了 就在神志模糊之前 我突然摸到一个水杯 就朝他头上砸去 这杯子里面是开水 张书红被烫伤以后 才松手 然后他去枕头下面磨墙 要杀我 我推开他 转头就跑 跑到公安局报警 公安局把他的枪收走了 因为是合法的运动射击手枪 公安局也没有处分他 惊恐之下 张兴将闺蜜 接到家里一起住 平时两个女人 形影不离 上下班 都是一起走 即便如此 张兴仍然发现 有几次张书红 跟踪到自己的单位 有一回啊 张兴又发现张书红 在工厂院子里面窥视 让单位保安盘问他 保安从张书红的包里 搜出了一把尖利的匕首 张书红辩解说 是带着防身的 张兴非常惊恐 认为张书红是要杀他 女儿很可能 也是被他杀掉的 因为没有证据 张兴没有报警 只是迅速卖掉房子 远远的躲了起来 张兴对警察说 张书红是一个很失忆的人 一生都不太顺利 从小残疾 上学之后被欺负 工作不好 创业失败 婚姻破产 甚至没有生育能力 张书红心里边 有极大的怨气和压抑 长达几十年之久 如果张书红 能够杀死一手养大的女儿 那么他就什么事情 都能做出来 警方让张兴回忆 张书红有没有雇佣过什么保姆 这一说 让张兴想起了一件事 张兴说 在他们闹离婚时 也就是孩子失踪前一年 1997年 曾经有过一件事 张兴曾经几次去张书红家 商量抚养孩子的问题 张书红父亲有病 家里雇佣了一个18岁的小保姆 叫李春花 是周边的吉林市船营区 搜灯战阵 五里乔村人 李春花本来是一个服务员 后来觉得做保姆 赚钱多五十块钱 就改了行 李春花年纪很小 是个半大孩子 人很老实 张兴每次去 都是他开的门 1997年底 张兴去的时候 发现李春花不见了 听说是辞职不干了 1998年 张兴搬家躲避张书红追杀之后 曾经多次打听过他的情况 一个张书红的朋友说 张书红被怀疑和李春花失踪有关 被警方调查过 张兴听了很紧张 认为张书红可能是个杀人恶魔 又把小保姆杀了发泄 只是无凭无据 张兴后来也就没关注这件事 听到警方提起保姆的事情 张兴就跟他们反映一下 警方听到这个情况之后 立即进行调查 果然 1997年李春花失踪 家里报了案 当时连保姆市场也没有 李春花家里也不知道 他在哪里工作 无从查起 案件定为失踪 长时间没有线索 奇怪的是 到了1998年底 李春花家连续接到两份自称是女儿的信 第一份信说 自己被拐卖了 丈夫还不错 让家里人不要惦记 也不要报警 第二份信则说 自己经济紧张 请家里人寄一些钱来 信的结尾 有个汇款账号 李春花的父亲有些文化 发现信的字迹很漂亮 绝对不是女儿的笔迹 同时 信里把家门口巷子的名字都写错了 怀疑根本就不是他写的 李春花的父亲将这两封信交给警方 警方立即高度关注 根据信件留下的汇款账号信息 警方发现和张书宏有关系 2000年 警方将张书宏传唤到公安局 张书宏表现沉着 推得干干净净 他说李春花早就辞职不干了 去了哪里 他完全不知道 至于李春花的这个汇款账号 是在他家工作的时候 张书宏帮忙替他开的而已 言之凿凿 警方又没有任何证据 两次传唤以后 警方只能放张书宏回家 既然有了这回事 就证明张书宏至少在1998年前后 曾经有谋杀女儿和保姆的嫌疑 现在保姆连续失踪 又和张书宏有关联 那么张书宏就有高度的作案嫌疑 除了这些历史问题以外 张书宏雇佣四个保姆的时候 明显说了很多谎话 首先张书宏并没有一个高龄老人需要照顾 他的父母已经去世多年 其次张书宏自己没有雇佣保姆的实力 也没有必要雇佣保姆 即便是一个月1200元的工资 以张书宏的经济状况来说 也是难以承担的 况且他明明和前妻住在一起 他的前妻身体非常健康 完全可以照顾他 没有必要找什么保姆 在8月19号中午 警方对张书宏进行了抓捕 警方敲开房门 将张书宏制服戴上手铐 期间张书宏没有抵抗 随后警方又在一处出租屋 抓走了张书宏的前妻李燕秋 让人不理解的是 李燕秋的表现更是震惊 不但不害怕 他还特意将狗食盆装得满满的 并且给狗添上水 他请求民警 别让这条他养了多年的狗饿死 吉林省昌义区第五责任区 刑警队教导员刘宇贺等人 对张书宏进行了审问 同2000年的李春花案件审讯一样 张书宏推得滴水不漏 这个人呢 智商很高很傲气 非常难对付 警察问他 那些保姆哪里去了 他们啊 嫌活不好都走了 都去哪了 我哪知道啊 我又不是你们公安局 我还能管人家去哪啊 你还胡扯 这几个人平时都经常和家里联系 自从见过您以后 没有一个才联系的 你说说看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社会乱 指不定后来被人骗了 卖了 你说什么 还在这死撑是吧 现在是给你机会说 你知道抗拒从严吗 抗拒从严 你们少胡我 因为我是法盲啊 我告诉你们 我最懂法律 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法律 我不懂啊 你们单凭怀疑就能抓人 你们赶快把我放出去 不然你们侵犯我的权利 我还要去法院告你们呢 你懂法就最好了 你知法犯法比法盲犯法的性质还恶劣 证据我们自然会有 现在是让你主动交代 另一边 警方对李燕秋的审问也不顺利 同张书红的高谈阔论不同 李燕秋就咬定一句话 我就是陪他去顾保姆 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问来问去 就这一句话 审讯也毫无进展 搜查张书红家里的刑警 却又收获 他的家里发现了一把菜刀 一把斧头 院子里一块砖头下 发现了几件老年妇女的金首饰 根据皮姓保姆的女儿辨认 其中一条金手链 就是他母亲的手链 有了证据 警方立即再次提审张书红 张书红声然不认张 胡言乱语 来 你看看这是什么 是不是你雇佣的姓皮的保姆的手链 怎么埋在你家院子里边啊 你解释解释 这个 说呀 人家打工的保姆会把金手链送给你吗 就算送给你了 你干嘛不带着 反而埋起来了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这个姓皮的保姆啊 被我拐卖了 什么 拐卖到哪去了 丰满 卖了两千块 好 那我问你 买家是谁 姓皮的保姆都五十三了 你说说看 什么人会买个老太婆回家呢 啊 嗯 怎么不说了 你接着编呢 这边审讯不顺利 张书红还在胡言乱语 他一会儿说姓皮的保姆被他卖了 一会儿说被他推到松花江里面淹死了 那边勘察现场的刑警又有重大发现 在厨房的角落里面 警方发现一些难以察觉的喷陷血迹 提取血样之后 警方同失踪四个保姆的亲人进行DNA比对 证明血迹是其中一人的 但不是姓皮的保姆 这边警方拿出血迹检测报告 张书红才软了下来 张书红承认 这四个保姆都是被他杀的 张书红的交代让警方大吃一惊 他自称从1997年到2009年 一共杀了15个人 其中大部分是保姆 张书红为什么要杀这些保姆呢 张书红终于跟警方坦白 他说从1997年到2009年 他一共杀了15个人 其中大部分是保姆 那么他杀的第一个人是谁呢 张书红说 我杀的第一个就是李春花 你为什么杀他 不为杀 不为杀 你就杀人 真不为杀 1997年 我和我前妻闹离婚 你们也知道了吧 我们那个孩子呀 是我大哥的 张书红为了要抚养肺 不但跟我闹 还跟我大哥闹 这事传了出去 邻居有些议论 说孩子不是我的 我当时一事无成 身有残疾 生意倒闭 婚姻破裂 浑身是病 两个后代也没有 那段时间呢 我心里特别难受 非常想发泄 我就想杀人 那个月 我父亲住院了 就我和李春花在家 前一天 他忘了把一袋豆腐 放到冰箱 都臭掉了 我就说了他几句 他却说豆腐 是我买回来的 也没跟他说 要放冰箱 不能怪他 我当时特别生气 心想你一个小保姆 也来挤对我 我上去一把 把他按到床上 对他头上打了几拳 他哭起来了 又哭又叫 还跟我撕扯 我心里边 非常扭曲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用全力掐他 他不动了我才松手 就这样 我就把他掐死了 你说为什么呀 就喂了一袋豆腐 那尸体你怎么处理了 我用斧头跟彩刀 把尸体碎掉了 装在俩麻袋里边 趁天黑的时候 扔到松花江里边了 后来我对别人说 李春花不干了 辞职了 李春花家里人呢 不知道女儿在我这工作 所以我一直都没事 到了1999年 我生活更结局了 连抽烟都抽不起 一天我翻东西 发现李春花 写给家里的几封信 里边有向家里要钱的 我想这事过去一年都没事 我就模仿他笔记 跟口气写了两封信回去 向他家里要钱 结果警方就发现了 还找我去公安局调查 那时候我特别害怕 但那时候我早就把尸体 跟证据处理干净了 公安局没证据 不能把我怎么样 那你第二个杀的是谁 我女儿 什么 我干了三十年警察 杀人犯件的多了 再坏的杀人犯 也没见过杀自己儿女的 你说说 为什么 就是灭口啊 张星这年阿门闹好几次 我大哥借种这事 差点就捅破了 当时全家人都很生气 大哥他们都骂我 说我害了全家 人人都不理我 这不怪我大哥 是我跪着求他 他才勉强同意的 万一这事传出去 我大哥加上全家 都别做人了 我杀了李春花以后 心想自己有命案 杀几个 也是一个死啊 我当时就决定 把女儿跟张星一块杀了 彻底灭口 后来我就把女儿 骗回家 让她喝了有安眠药的饮料 我对她还是有感情的 一开始怎么都下不去手 到最后 她快醒了 我想邻居现在都在传这件事 说我女儿不是亲生的 我不杀了他们 事情迟早传棒 最后我 我闭上眼睛 用刀对着女儿 乱捅 把她杀了 杀了她以后 我哭了一会儿 然后把她装在麻袋里边 扔到哈龙桥老桥下边了 后来我又想去杀张星 但她很聪明 她看见我老是跟踪她 先找了个女人 天天跟她一起 我没法下手 后来她突然把房子卖了 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没杀了她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张星是你逼着才借重生孩子 完了你不认账 还要杀她 我看她杀你还差不多 你这个人 心胸太狭窄了 好了 接着说 后来我又陆续杀了几个人 大部分是保姆 目的就是为高点钱 到了2009年 我父母都去了多年了 我跟兄弟姐妹 都不理我 觉得我胡搞 害了大家 我没收入 靠低保金生活 几乎我过不下去了 我这身体啊 越来越不行 我给自己算过命 怕是活不到2012年 当时我就想 我这辈子这么惨 我也不让别人好过 我决定出去杀人 杀到被你们抓住为止 再说了 杀了他们 也搞点钱用用 2009年 我在报纸上登广告 说自己会算命 把一个叫李亮亮的24岁 小伙子带回家 我骗他说出银行卡密码 然后给他喝了带安眠药的饮料 把他勒死了 没想到 这小伙子也挺聪明 他怕我是骗子 根本没带钱来 他身上就20块钱 银行卡里边就几块钱 这次杀人没什么收获 我后来又想起那招来了 我两回写信让李亮亮家人汇款 但他们都没汇 后来根据报纸的报道 李亮亮家人回忆说 我们在吉林市租了四个月的房子 找李亮亮 直到十月份才回到双阳老家 在这期间 我们基本上找遍了吉林站前附近所有旅社 和李亮亮在吉林市的一些朋友都没找到 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我们到吉林站前派出所报过案 民警告诉我们 李亮亮都二十多岁了 是成年人 再说失踪也没多长时间 没法立案 收到两份敲诈信以后 我们也去报案了 刑警队的民警看完信和照片告诉我们说 第一封留我们这儿 第二封你们也不用留这儿 带回去吧 这不够立案 后来啊 我们是看电视 才知道儿子遇害的消息的 到了吉林市昌义刑警武中队 民警采集了我们的血样 就让我们回去等消息 一直没告诉我们结果 后来我在电视上 看到凶手张书红杀害的人里面 唯一的男性 是我儿子李亮亮 我这个心啊 难受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警方在审讯张书红的时候 询问他 一年之内是怎么杀了四个保姆的 张书红说 不是四个 是五个 2009年 我和李彦秋假离婚 让他装征婚骗男人过来 李彦秋年纪大了 肯来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男人 根本没几个钱 没办法 我们只好去保姆市场找人 一开始啊 我一个人去 保姆见我是单身男人 怕是老色狼都不来 我只好找五十岁左右的 还是找不着 后来我说服李彦秋跟我一起去 装我的妹妹 这么一来啊 才骗到几个人 我找的保姆都是没在中介登记的 也尽量是离婚散偶的 这样亲人报警的概率呢 就比较低 在2009年4月份 我们找到一个交合式的 44岁姓孟的保姆 我们骗他说出了银行卡密码 然后给他喝药 把他勒死之后 碎尸扔了 我们等了半年 看你们也没怀疑到我们 又在7月到8月 连着骗了四个人 一共这五个人呢 抢了三万多块钱 也不算多 就这么简单 有几个昏迷的时候 我把他们强奸了 然后再勒死他 人家说你吃斋念佛 这也是装出来的 不吃斋念是真的 因为我糖尿瓶 不能吃荤 念佛是假的 我不信着 你们无冤无仇 就为这点钱就杀人 你后不后悔啊 有什么后悔的呀 我这辈子这么惨 谁管过我死活呀 我自己死活都管不了 我还管别人呢 就算他们倒霉呗 那你女儿呢 就算是你大哥的女儿 也是你侄女 才11岁的孩子 你真忍心下手啊 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是要一个孩子养老 才冒着丑闻的危险 现在不能养老了 还留着这个隐患干什么呢 并且他出生在我们这种人家 长大了也是受苦 不如死了干净 张书宏供述 他十多年一共杀了15人 因为时间过久 他又都是抛尸在江内 能够确认死者的只有6人 张书宏交代抛尸地点之后 警方反复在江湾大桥等地水域搜索 只找到近几年来的部分碎尸和骨头 不过警方认定张书宏并不是乱说 几年之前 水上公安局确实从松花江中捞到一个人头 与张书宏供述的时间地点都完全吻合 最终法院认定杀死6人 2013年12月26日 张书宏和李彦秋因杀人罪 抢劫罪 恕罪并罚被执行枪决 当时报道中记载 最高法刑事裁定书中认定 张书宏抢劫作案6期 致6人死亡 维持一审判决 对张书宏以抢劫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个结果早在张书宏意料之中 接到裁定书并被告知在18个小时之后 就要被枪决时 他的表情几乎和平时一样 甚至还多了一丝笑容 本期大案即时就到这里 欢迎各位订阅本专辑 每晚更新为您讲述 惊心动魄的离奇大案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